臺北市今天新增一例本土個案 而爆發職場群聚感染的臺北車站 地下街 目前累計有六人確診 北市府已經緊急安排疫苗接種專案 今天在花博公園的針驗館 替造冊的四百四十一人接種疫苗 合作是經理拿著大聲工 跟地下街人員喊話 強調下週開始 如果沒有施打疫苗 或沒有當週的PCR 陰性證明 不能進入地下街工作 台北車站地下街 因為確診個案增加到六人 其中K區四人 立區一人 連通道一人 北市府因此緊急安排已造冊的四百四十一人 十七號在花博公園針驗館 施打疫苗 而臺北市十七號新增一例確診 北市府也公佈三名確診個案足跡 案一五 三 二 三 四 三 四 曾在十號到過大安區一家義式餐廳 案一五四七一 曾在十四號到加勒府的內湖店 案一五四二市 則公佈新的電信足跡 十號到過全聯內湖康樂門市 對民眾希望二十六號能夠降級解封 柯文哲強調 因為從確診到公佈 需要三到四天 按照國際標準 需要三到四天 按照國際標準 要連續二十八天都加零 才是真正清零 對民眾希望二十六號能夠降級解封 認為目前北市仍然有確診案例 因此只會慢慢解封 記者陳嘉欣 彭耀祖 吳家寶 台北報導